5月27日,是悉尼野生动物园一对雌性雪豹双胞胎的一岁生日 园区工作人员与饲养员提前用网友捐赠的玩具、麻绳等物资 为这对姐妹花布置了生日会会场 并且为小雪豹制作了一个不一样的生日蛋糕 那在他们这个生日会呢,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个这样的生日蛋糕 主要呢,是用这个白菜,还有羊肉,还有胡萝卜 这样的一些三种食材进行了一个搭配 那主要做的这个造型呢,就是用一个青海的这样一个土火锅的形式 来给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摆拼 据了解,这对姐妹花是中国境内的第二只和第三只人工繁育雪豹 在两只小雪豹满11个月时 悉尼野生动物园对外发布了雪豹幼崽信息 并面向全球为两只小雪豹争鸣 经过一个月的争鸣活动 最终,网友所起的水墨油画从200多个名字中脱颜而出 5月27日正式成为了两姐妹的名字 那之前我们也通过将近一个月的争鸣活动 为他们争得了水墨油画这样子一个可爱的名字 那今天这一组名字呢,会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们两只小雪豹 悉尼野生动物园一直也长期致力于雪豹签地保护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们希望通过他们可爱的外表呼吁更多的人保护雪豹,了解雪豹 悉尼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表示 雪豹人工繁育技术的日趋成熟 不仅可以增加圈养雪豹的数量,扩大保护教育的影响力 更是为中国雪豹保护增加了一个新的渠道和手段 在生日会现场,一直负责照顾姐妹花的饲养员全首员 还写下了给你最温馨的祝福,守护你一生的生日贴纸 全首员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水墨油画 能够在悉尼野生动物园健康快乐地成长 今天是两只小雪豹的生日 作为饲养员的我真的很高兴 感谢大家一日一来对小雪豹的那个关注和关心 现在小雪豹那个状况很好 大小的时候必须一天就是花的时间比较多 消毒啊观察这方面投入的比较多 慢慢随着它慢慢的成长 精神采食排便饮食于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